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一家信都官 走在中途路上 没想到汉氏老忠臣立部天官窦戎来了 这窦戎怎么追上太后老千岁了呢 因为窦天官在长安城 知道更是皇帝无道 他早已然辞官不做了 就在长安住闲 大枪王的兵将进了长安了 窦戎就逃出了长安 他一路上打探 他追到了太古 刚到太古太后老千岁已然起驾了 窦天官接着往下追 一直追上汉军大队了 赶紧请求汉军奏名太后老千岁 老千岁停住了车脸 看见跪在地下的老忠臣窦戎 老太后眼泪下来了 没想到窦老清家追到此处啊 窦老清家勉力平身吧 现在我儿逃遥 要恢复天下 灭众家返王 国家正在用人之计 希望你能够随本后驾到信都 保着逃遥王重整汉史山河 老臣尊治 吏部天官斗荣 站起身形 这才上马 跟着太后老千岁 构奔信都官 一路行军平安无事 这一天到了信都 马园立刻踩看极地 指挥汉兵汉将安营扎寨 有人光人普照 保护着老太后 压解的八大奸臣入城 逍遥王刘秀跟傅元帅邓宇 寇寇率领重将 出城迎接太后 把老太后跟逍遥王全家 接到关内衙门当中 老太后婆媳呢 就暂时居住后宅 将帅府的内衙就改成行宫了 又把八大奸臣掐奸入狱 忙活了半天 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 第二天 马园率领重战将入城 参见逍遥王 刘秀就在率府大白酒宴 给重战将庆功贺喜 刘秀看见立不天官斗荣 刘秀眼泪也下来了 万也没想到斗老天官能够来到信都啊 刘秀是好言安慰 让人给斗天官全家预备注出 所有的事情都行宫了 刘秀到行宫来拜见太后就呈上了传国的玉玺 又奏明了庚使皇帝夫妻葬身黄和的事情 老太后接过玉玺 就跟刘秀说 儿啊 国家不可一日无军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 更是皇帝既然宴假了 皇儿啊 你肃有贤明 将士用命 万民养得 四方归府 正应当 继皇帝之大位 然后亲自率兵 扫荡群口 以安汉室天下 刘秀跪倒在老太后面前 目前千岁啊 现在天下不安 正当率众灭贼之日 如果不肃清海内 儿臣是世不继位 皇儿 你不继位国家无军 国家大事应该如何办理啊 母后千岁 率师讨贼 是儿臣以云台将之事 国家大事就暂时请母后千岁主持 老太后一看刘秀不肯继位 也明白刘秀的心事 天下不太平 就是记了位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老太后就没催他 只好按他的主意办了 众位云台大将知道这件事 全都面见刘秀 劝刘秀计大位称帝 刘秀就是不答应 王老太后知道了 被折本据实承奏 老太后选择即日要传职封关 到了这天 大堂之上悬灯结彩 全城都挂起来 斩斩心的大汉国旗 老太后升作了银安殿 马远率领重担将 给老太后跪倒磕头 行真臣大礼 老太后望下一看 这些云台大将国家功臣 虽然身上呸着蟒袍 腰横欲带 但是头盔上都没有三英 老太后立刻传下一旨 众位将军退离两旁 后旨封关 臣遵旨 马远率领重担将 站起身形 往左右移退排班战力 功臣表就放在 太后老千岁面前的龙书案上 老太后打开了功臣表 按照云台将的功劳大小 按照以前同官封关 索尼的官爵 全都封为侯爵 众位云台大将跪倒磕头 遵旨谢恩 然后退离两旁 老太后一看 在面前还有两个人跪着没起来 一个是朗陵侯赃功赃正直 一个是焦东侯贾父贾居文 老太后更要问话 焦东侯贾父跟朗陵侯赃功 一抬头 太后老千岁 请您收回成命 我二人不愿为官 老太后一想 我耳闻着云台大将都说 贾父跨下马掌中画感方天己 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脱长大战 这人立着不少的功劳 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嫌官职封得太小啊 老太后转过头来 看了看逍遥王刘秀 皇儿啊 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不受封呢 刘秀当时就明白了 但是刘秀当着太后 只能是明知顾问 贾王秀 赃王秀 请问你们二位功臣 为什么不遵旨呢 贾父到这个时候 可不能不说了 贾父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 当初在昆阳的时候 千岁口含冰铁拔剑封关 索封知识 难道您忘了吗 刘秀刘文树点了点头 就跟老太后说 母后千岁呀 当初我兵被控昆阳 我与四位先锋摇起马武 陈鹏杜茂 游打三江搬来救兵 有了救兵 我的恩师严子灵 给我请了两位元帅 马元寇勋 马元有这三十万大兵 向传下命令 使城中邓宇指挥兵将 游打里边望外杀 马元指挥三江的救兵 游打外边望里杀 让百万敌兵 父辈受敌 重围就可以解了 可是苦守两年城中的汉兵汉将 兵不知道救兵已然到了 所以马大帅必须派一员大将闯过百万敌兵大营到城中去投地公文 三将几十万兵将 只有贾富贾军文一个人由此涌力 他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急 四次往返 往莽的雄兵大营 身负重伤脱长大战 回到营中之后 我看贾王兄伤势过重 恐怕他难以活命 就趁着他还有知觉 把他的功劳给他的儿子 重重的封赏 所以而我就问 贾王兄有子没有 贾王兄的表兄 赃公赃正直 带贾父回答 说贾父并没有儿子 我问贾王兄有没有女儿 贾王兄带他回答 也没有女儿 只说贾父之妻 身怀有孕 生男育女不敢定 我为了使贾王兄心中安慰 就跟他指父为婚 如果将来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 我汉时就招为驸马 如果贾王兄有了女儿 那么我汉时就将他的女儿 选为正宫昭阳 母后千岁啊 而我并没有继承大统 所以就没把这件事 秉过母后 而今 母后千岁在太古 将郡主许配了耿耳 招耿耳为驸马 贾父之子 依然长大成人了 他的婚姻大事应该如何呀 这也难怪贾王兄不受风 是我父其大功 还望求母后千岁做主 老太后听了逍遥王刘秀的话 才知道其中的缘故 老太后想了想就传下旨意 命逍遥王 任贾父之子为义儿甘殿下 家封郡王 诸位云台大将 跟元帅马元寇勋邓语一听 这样恩待贾父 也算可以了 贾父赃公 这才遵旨 谢千岁 千千岁 两个人站起身 退了一旁 老太后又传下口旨 家封总王官赵世贤 为忠勇长寿大将军 赵世贤跪下了 谢过太后老千岁 千千岁 然后站起来 往旁边一立 就在这时候 老太后突然间发现 重栈将当中 走出一个人 蹬蹬蹬 就奔了银安殿的殿门了 老太后纳闷啊 这人怎么个儿这么矮呀 现个小孩似的 太后刚要问他 安城后摇起 撒腿就追 太后可不知道 走的这小挫子 就是飞天待王 智运智君章 智君章为什么要走 这挫子闹了 挫二爷没法补脑 老太后封官 没封挫子 挫子 蹬蹬蹬 往外就走 摇起一看 挫哥哥走了 撒腿就追 到了殿外头 一把就把挫子抓住了 挫哥哥 你上哪 上哪 甭问 你们好 都有了功劳了 这个封侯 那个封为将军 全都封了官 我知音有什么功劳 也不配当官 我在这待着干什么 远奔他方了 二哥 这可不成 我跟你面见太后老千岁 老太后若能 弄功行赏 封你官爵 咱们就在一块 共享荣华富贵 嘿嘿 如果太后老千岁 要是薄带功臣 不封二哥你呀 我摇起 豁出这 安城后不要了 我跟你一块回家 武农为生了 志军长一看 三弟姚琪 这么重义气 就不能不答应了 两个人要走回来 来到殿上 二人跪倒 给老太后磕头 老太后看着 挫着个儿 挨着奇怪 你们两个人 有什么本章可奏呢 摇起说话了 哎 太后老千岁 我哥哥 志运志军章 屡立其功 请太后老千岁 弄功行赏 老太后一听 志运志军章 刚才我封关的时候 确实没有这个名字呀 老太后又把功臣表 翻开了 查了半天 上边果然没有志运的名字 老太后就问 逍遥王刘秀 皇儿啊 怎么功臣表上 没有志运的名字呢 嗨 老太后怎么一问 刘秀才想起来 因为志军章 是个狭义知识 这个人淡薄功名富贵 他在汉营 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每次都让给他 败地摇旗了 哎呀 真是忙中出错呀 人家志军章 淡薄功名富贵 我刘秀干什么 想不起来呀 刘秀这才明白 当时查看功臣表 没发现志运这件事 就没把他功劳列上 刘秀想到这儿 就跟太后老千岁说 幕后千岁呀 志运是个侠干义胆之人 他立过无数的大功 我们尼表论功 就把他忘了 皇儿啊 既然是有功之臣 为什么把他功劳给忘了呢 幕后 因为志运是把功劳全都让给了他三弟摇旗 哦 皇儿我问你 这志运是他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刘秀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 就知道太后没看得起这个挫子 刘秀就说了 幕后千岁呀 当初大战昆阳的时候 志军章意识深入敌营 火烧了巨无霸大营的梁台 在儿臣犹打三将请回救兵的时候 志运是又到昆阳驻站 焦东侯贾父贾军文 马踏迪营身带重伤闯出重围 迪营的先锋官巨无霸追上了贾父 贾父危在旦夕 志运是凭他一身穿纵跳跃的功夫 就把巨无霸战败了 把贾父救回三江大营 没有贾父 昆阳无人报号 没有贾父 昆阳一战不能获胜 昆阳一战 贾父战功最大 但是也不如志军章志义时 当时如果没有志军章志义时 贾父必然丧在九霸之手 志军章有盖世之功 请母后重加封赏 老太后听刘秀义说 这个挫子有这么大的功劳 她纳闷啊 老太后心说我可听说过 这巨无霸身高丈四 志军章这么小的个儿 哎呦 她这小小的挫人 怎么能把这么大个的巨无霸 战败了呢 看起来她的本事一定不错呀 我应当开开眼看看这挫人的武艺 想到这儿老太后就跟刘秀说 萧瑶王啊 志军章有这么大的功劳 本后不信 叫他当面示意再为封赏 刘秀心说母后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志义事呢 这不是伤他的人心吗 可是逍遥王刘秀又不敢违抗老太后的意思 没想到志军章毫不客气 点头答应了 遵旨 说完遵旨他站起来了 摇旗立刻往旁边一退 大家瞧着 志军章蹚蹚蹚走下银安殿 到了殿前就把身上的长衣服脱去 身上短一件小打扮 石头锦尘利落 就在殿下把拳脚拉开 打了一趟拳 上至逍遥王刘秀马大帅 下至中斩将 谁都夸呀 哎呦 事隔这么多年 志尔爷的把势还这么高 就在这时候 忽然看见侧子志军章 把身子一缩 就蹲在地上了 大家正瞧着呢 志军章冷不防的望上一寸 撑 就跟小燕似的 飞上天空 大家全都抬头看 挫子就站在几丈高的棋杆 雕斗上了 紧跟着他望上再一纵 到了棋杆上头了 志军章 拿左脚踩住棋杆 大擦手 使了个朝天凳 嘿 马大帅都出声了 大家齐一声喝彩 好啊 好功夫 大家正喊着呢 突然间志军章一撒手 唰 有点上边掉下来了 把大家伙吓坏了 都怕他掉下来摔坏了 哇 志军章离地还有四十元 腰里一跌进 唰 一个多年望地下一站 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脉步 腾腾腾就走上银安殿 老太后眼都看直了 哎呦 心说 这个小人的把势太高了 怎么这么好的轻功啊 这小小的身躯 这不跟猴一样吗 老太后看的呀 把自己身份全都忘了 就脱口而出 跟逍遥王刘秀说 哎呀 他小小的身躯 如此灵便 真像个猴啊 这句话刚说完 小挫子志军章跪倒 给太后磕头了 谢太后老千岁 千千岁 老太后也愣了 志军章 我封你什么官 你叩头谢恩呢 千千千 封我相义侯 哎呀 老太后也笑了 知道志军章听错了 老太后也就顺坡而下了 好 我封的你就是相义侯 志军章谢完了恩 往旁边一退 老太后又传下旨意 诸位云台将 头带三英 马佩将吧 本后要赏赐酒宴 给你们庆功贺喜 酒宴摆上了 这些云台大将 推杯换掌 开怀畅饮 第二天 太后老千岁 又传下口旨 让众文武官员 拟定罪名 发落八大奸臣 在城中高达领棚 写上了 庚氏皇帝 朱恩华 王伦 梅炳中 刘显 刘桓 马三卫 傅友德 这些人的灵牌 全都准备好了 刘秀刚要传旨 没想到 朱须后 马武 扑通一声 跪倒在 刘秀面前 刘秀就问他 马王秀 你有什么事情 千岁 陈马武 有一事相求 请千岁恩准 马王秀 你赶紧起来 有话讲在当面 谢千岁 马武 站起来了 马王秀 你到底 有什么事情 千岁呀 想当初 汉兵灭亡 莽的时候 八大奸臣 朱惠胡音 何人何意 陈本曹萱 王凤 王矿 在伊丘山 新市平林站 身为寨主 千岁您还记得吗 这八个奸臣 假扮我 摇起马武 陈鹏 杜猫 四先锋 到颖阳 巨家铺 杀了 巨无霸 巨无霸 是中了奸臣之计 才跟我汉兵 为仇作对 昆阳战场 巨无霸 抗拒汉兵 获罪天下 千岁 您在昆阳山 摆下群星烈苏镇 三度巨无霸 巨无霸 跪倒在千岁面前 归降 自问在昆阳山中 千岁您封他为将军之职 这巨无霸 也是死在奸臣之首 千岁呀 巨无霸在临死之前 依然跪在千岁 马前归降了 看求千岁 在灵棚之内 设成巨无霸的灵牌 刘秀愣了 马武为什么给巨无霸求情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